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昨天晚上送來台東總統 當時來是躁動 然後外套賽不是很穩定 所以在計程製作一些提救的措施以後 我們決定要盡快的送到開刀網去做一個組織 開刀網我們在半夜總共花了4個鐘頭 才把這個該做的組織 要不要拿阿票取代 還有先組一些鞋塊這些措施 然後在清晨我們總算順利把它完成 那目前是在交互電網的探訪 在一些照顧當中 子彈其實它從耳後穿過它的頭骨 有把它的頭骨震碎 那也有一大片的腦出血 但是最後它子彈其實是沒有完全進到腦部出 它卡在它的GINO裡面 現在目前的話情況還沒有脫離危險期 最近幾天的話還是要再看一下 它目前的生命真相 還有後續它也有可能有一些 後續的比如說感染症或者水腦症 後續子彈穿透 它造成一些衝擊過 也有可能對腦部產生一些震盪的影響 所以至於說它後面的一些恢復的狀況 可能現在目前還沒有深刻 沒辦法跟後衛先講得這麼清楚 像這樣的傷勢後續的話一定是會有後遺症的 那觀察期可能至少也還是要一兩個禮拜 才有辦法去說它到底是穩定還是不穩定